Hello 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会有冷门吗 大家都在讨论英格兰或者是荷兰会暴冷 甚至是说当卖也不会赢 那么今天的比赛很简单 就是荷兰对缺乏莱邦托夫斯基的波兰 那么荷兰所谓的后卫比较强而风无力 特别是中场连接是比较空档的 所以波兰是有机会帮平或者说是甚至可以赢 那么在这种情绪下 以及去观察英格兰也同样的会被影响 那么英格兰对阵的是赛尾维亚 赛尾维亚的话所谓的人高马大 前锋也是比较的厉害 然后那么英格兰想必都不用说了 身价15亿的这支球队 那么经过市场的考验之后 目前聚集到了欧洲杯的赛事上 去争夺在上一届输给了意大利的点球大战的总冠军 所谓的英格兰已经很久很多年了 没有能够把冠军奖杯带回家 所谓的话题依然在延续 那么今天很奇怪的是 英格兰的让步呢 做得非常浅 只占到了一球 所以很多人在情绪上 是会去考虑这个赛尾维亚 那么这边可能是会因为人高马大了 作为一个拦截 然后通过防守反击 打穿这个没有马奎尔做防守的英格兰的队伍 那么英格兰确实没有被就是说特别的高捧上去 那么根据这种情绪下也去看高斯洛文尼亚 那么总体来讲了今天很多人去走这个下堂了 就是去拨冷门了 那么我的解读或者说我的理解呢 是这样子的啊 因为欧洲杯刚开始今天是第三天 主办方或者说是数据方呢 其实啊 所谓的这个FIFA或者是主办方 以及这个菠菜呢 是有某种程度的连接的 对不对 他可以说今天晚上呢 就是赔一些钱出去啊 其实都无所谓 因为目前带动的是整个全世界的节奏 因为说实话啊 之前的世界杯或者说是再之前的欧洲杯呢 热度是比较高的 而这个世界杯呢 也一样啊 因为大家都在家里面看球啊 那么视频流量或者说是整个的 关注度呢 我认为会比现在的高 因为现在大家都因为解封了之后 或者说是已经没有疫情了 那么所有的人都回归到工作当中呢 他不能够围绕着单一的这个话题 去讨论事情 所以呢 这个温度有点降下来 目前需要做的是炒热它 在昨天跟前天的比赛呢 我们都只是在观察啊 如果一开始你就说哈式的投资的话 我觉得你是一败涂地的 对吧 因为你无论输跟赢 你总有一次会给输掉的嘛 所以呢 玩球是怎么样的 你前期都在观察 特别是说周五周六 以及周日这三天 他的烘托整个气氛是说 制造到德国队的大胜 当然德国队也有这个实力 我们在观察德国队 是真的有这个实力去爆发呢 还是说是一个伪强队的这个表现 结果德国队呢 是打得比较强势 然后包括西班牙3比0 瑞士呢 也能够3比1 然后是这个意大利呢 虽然说23秒被阿巴尼亚进球之后啊 快速的在第15分钟已经连续进了两个球追踪 锁定全场的比分还是2比1 那么种种的迹象来讲呢 所有的球都开大球 对吧 所有的开大球之后呢 基本上目前为止的四场比赛呢 都是正路 那么今天的三场比赛啊 我个人的理解呢 开正路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那比如说荷兰啊 荷兰呢 打穿这个波兰呢 是大概率的事情 那么那么英格兰呢 打穿这个 这个这个赛尔维亚呢 也是大概率的事情 唯独的是斯洛文尼亚 以及丹麦这场比赛呢 他有可能会平局 如果是不知道怎么样投资的朋友呢 其实可以麻木性的 你商场都走正路 我觉得也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 因为你就看 其实玩球呢 当你思考完之后 你决定的那一刻之后呢 你就放给这个事情 自己去发展了 对不对 那么如果是大概率的事情呢 你还是走荷兰啊 走当麦啊 走英格兰好一点 视频的最后呢 我们在这里推荐一个创创 这个创创有 或者说是两个创创吧 一个创创是 你走这个荷兰减一 然后再加上这个英格兰减一 这是一个创创 就是二加一了 如果你是加上当麦的话呢 减0.5-1呢 这也是一种选择 另一个就是 你比如说真的是担心会暴冷的朋友呢 也可以考虑这个 荷兰上半场的角球减0.5 创上这个 英格兰的上半场的角球减0.5 二和一 如果你还要加的话 你可以考虑斯洛文尼亚 对这个当麦呢 全场大二 这个两两个方向 对吧 我给出了两个这个创创的选择 你可以两创也可以三创这样子 好吧 那么我的总体的分析下来 就是说今晚有可能会暴冷 但是这是小概率的事情 为了整个FIFA欧洲杯的这个气氛的烘托呢 他会尽量在明天周一之前 制造出更多的热门话题 还不是暴冷的时候 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好吧 谢谢大家